11点 怎么样都睡不着 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 每晚11点 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10点 谢谢 十四三人谈节目 由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 晚上好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晚上的 十四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3年 7月3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薛雅光先生 欢迎雅光 雅南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另一位嘉宾是 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 李博洋先生 目前博洋还没有上来 雅光你 你节日都还好吗 节日还好 就在家里待着 没有什么机会 你呢 很难到哪去 我也是 就是在 在这边待着 没有安排什么外出 这个看 好像是星期五 这个长周末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这个出去旅行的比较多 好像是这个 很多航班是被delay了 还是cancel了 还是 这个中国应该是今年一年以来 大概这个交通 空中交通最繁忙的这个 这个季节啊 应该是这样 是的 这个 我们过去一周啊 这个发生的事儿比较多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几项裁决 这个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裁决的关键 特别是有一项关于这个美国高校录取方针的这个 这个裁决 这个主要的是说 就是高校录取中间的这个所谓平权政策 就是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政策的意思就是 在录取的时候 不光考虑到考生的成绩 而且还要考虑到他的种族背景 这个家庭情况 家庭收入情况 如此类 那么本意是说要照顾那些 就是 说白了就是家庭情况比较差的 或者说这个某一个在历史上 付于比较弱势的族裔 那么是想帮助他们能够更多的进入一些好的学校 接受更好的教育 那么这次最高法院的裁决说 这样以种族为考虑因素的这种政策 在高校录取中 这个这么做是违宪的 所以以后高校在这个录取考生的时候 不能考虑考生的种族背景 这是一个对华人家庭特别意义重大的决定 因为很多年来我们听到了很多来自这个华裔华人 甚至更扩大一点就是说亚裔的这种家庭的抱怨 说我们的孩子成绩很好 各方面都很优秀 这个社会活动也参加了 体育活动也参加 但是在申请美国的一些名校的时候 没有被录取 相反一些成绩不是那么好的学生 反而被录取了 那么看一下种族背景 原来因为他们是其他族裔的 那么现在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 从理论上说是 似乎是解决了 就是说将来 大学招生中可能存在的这种 就一些华人华裔来说 看来是不平等的这种做法 亚光你觉得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 是可以真的可以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吗 或者消除这个过去存在的这种 针对特定主义的这种照顾的情况 首先最高法院通过的这个 关于在大学录取当中 这个取消 就是说这个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是active 是不合理的这个 不能以族裔来 来制定物举标准 这一条呢 我觉得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 一个判决 他实际上反映了 就是说这个 如何来解释美国的宪法 第十四修正案 就是说大家人人都平等 不能因为你的种族 辐色 宗教 性别 教育程度 这个出生地 等于有三个正等 分成三个正等 实际上它解决了一些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这个就是说人人应该顺带平等都一样 其实呢 这个想拿回答你这个问题 说是不是最高法院这次通过了这么一个决议 这么一个判决以后呢 就会 就会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呢 倒不是就会一下子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但是是解决问题开始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个 这个平权法案这件事情呢 已经在美国实施了各州市联邦政府 这个这个层次实施 大概有三十年了吧 从头到大概是有这么长时间 应该有这么长时间 这个法律呢 本意出发点呢 可能是 其实是好的 但是呢 这么多年 三十多年来实践 经过下来看起来呢 是相当的 有相当大的偏偏性 造成相当大的不公平 我看好像有网上有统计说 就是说少数字族裔 亚裔是非常对这个平权法案非常不满意 其实 西域也非常不满意 西域也大概有百分之几的人不满意 就甚至这个 受到很多照顾的黑疫 非洲裔也有很多人不满意 比例相当高的 百分之四十几 将近五十的人也不满意 这个平权法案 这个平权法案呢 就是说美国有时候呢 这个国家呢 就是说 为了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纠正的时候 有时候呢 会做的交往过正 咱们讲就是说 少数国益 照顾非洲裔 美国人这个政策呢 应该说是 出发点就好的 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这个演变呢 有些事情已经做得非常的过分了 大学录取是 特别明显的一个 一个代表性 有指标性的这么一些事情 其实还有很多方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想拿我举个例子 听我朋友分享一下 上个星期 两星期以前 我儿子到这个参加了一个 一个乐团组织的演出啊 是到纽约 卡内基 这个音乐厅演出 他们一块去的都初中生 啊大概是有三个三个团体 团体一个是 就是一个是交响乐队 一个是这个band band咱们讲怎么讲 这band叫叫乐队啊 就是属于这种乐队 band 还有一个呢 就合唱团 呃这个交响乐队 band和这个合唱团 三个队伍 都是从全国各地的 从路上去的 嗯 啊 非常有意思的啊 这三个 队伍的指挥 都是黑人 可是三个队伍里的人呢 黑人很少 黑人学生很少 比例我说都不到 百分之 百分之一 我们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我都不信 我觉得我儿子参加 那叫上乐队 大概就没有黑人 但是三个指挥 全是黑人 我坐底下看的时候 我就想过 这个世界就做事 做着脚往过正了 首先黑人对这个 古典音乐 交响乐 他们不是他们强行 他们做绝世音乐 还不错 到最多说你说 他们对一些研究 对band的有研究 不错 也是可以 合唱 我不觉得 这个合唱的唱的是 这个经典歌曲 古典歌曲 我不觉得他们这个 多么大的优势 但是你怎么能找 三个人都是 黑中语 这个就很有意思 还有我儿子 在这疫情期间 2021年 2022年 他都作为这个 华盛顿州 初中生 交响乐队 他就参加这个 两年 两个指挥 都是两个 不同的黑人 所以我也是觉得 这事有点太邪了 咱们 咱们就说 你做事情 不能做太过了 这就做了 有点太过了 这事情 有点太过了 所以我觉得 最高法院 通过这个案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这个判决呢 会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 假以时日 这种 在大学录取当中 对亚裔不平等的 这个现象 会有所改观 有所改观 你说这个 这个 这个表决 他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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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判决一通过 马上就会有 明显的变化了 我觉得不一定啊 肯定是会有变化 但是呢 会会会慢慢变化 时间长了 也许20年后 30年后 就会看到 就恢复到 比较平衡的 这么一个状态 我先说这么多 对 好的 谢谢亚光 这个 现在 就是说 最高法院 这个决定出来以后 美国各界 这个反响比较大 那么 包括一些高校 一些地方政府 州政府啊 包括 甚至 包括 美国的一些大公司 包括好莱坞 一些名人 都出来 就是 对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啊 做出 评判吧 是 应该说 表示 不满 表示反对比较多 这个在 这个自由派 这个 掌控大部分媒体的情况下呢 这个现象出现 也是可以理解 就是 他们着重 要 表达 或者传递 这么一个信息 就是说 就是说 他们认为这个 最高法院的决定 是错误的 那么 但是 毕竟 最高法院的决定 做出了 这个 我觉得 不知道有谁能改啊 是国会有权力改 还是谁有权改 但是至少 没有权力改 其之内是不能改的 不能改 因为他是一种 他是一种裁决 他裁决 他不是制 他不是制定法律 他是一种裁决 就有人告 告 告一级 告 告哈佛大学 和北卡 大学的这个录取 当中有 种族歧视的现象 有不公平的现象 这么讲 歧视压义的现象 这是一个法案 那么告告上去 告到这 告到这个 先到的联邦级法院 然后到联邦上诉法院 然后到的这个 联邦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判决后呢 就是 就是 就是解释法律了 他这样 实际上就对宪法 第十四求证案的一个解释 到底是不是人人的评论 在这个方面 是不是应该人的评论 那么 这个首席大法官 解释的很清楚 就是说你 一录取 大学高校录取一个人 应该以这个人的经历 和他人的成就 来作为 评判的标准 而不能以他的 肤色 种族 什么宗教 什么这其他的 同性来做判决标准 他这么解释 他是个释法过程 不是一个就是说 就是通过法律 通过法律 你才可以改 他这个不能改 就是最高法律 到此就为止了 这个案子 已经到此为止了 对 这个在关于高校录取 这个formative action 平权政策的这个裁决 同时的最高法院 另外几项决定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一个就是最高法院否决了 这个拜登政府 想要豁免 这个大学生贷款的 这么一个做法 就是拜登政府曾经 宣布要豁免这个 大概多少亿的 这个学生贷款 Student loan 那么这个也是被告上了法院 就是说就反对的人 就是说这是不公平的 特别是对那些坚持 在支付贷款的学生 是吧 新做劳动 这个挣了钱来偿还贷款 那么你这个政府一句话 说OK 那么没付的人 你就不用付了 这个不公平 最高法院 显然是站在了 这些人的立场上 我这解释一下 就是说 一种说法 说拜登政府 把这些学生贷款免掉 说是不公平 你刚才也能解释 可能很多人的 很多人 这个诉论起诉开始的案子 可能是触发这个触法队 实际上达尚司会告的 不是 他告的是 拜登政府 美国联邦政府 违线 就是你没有权利做这个决定 你没有权利做这个事 这个事先不管你对错 你没有权利做 你越界了 你没有这个权限 现法法律上没有给你权利 你可以把这个学生贷款给免掉 你没有权利 所以他是这么高 那最后法院判决 也并不是说 这个事不公平了 对那个把这个免掉了 对那些已经还在了 不公平 他不是这么犯 他说你确实 你违线 你没有权利 不可以这么做 所以你这个决定是错 推翻 他是这么干说 是的 亚光你说的对 是 好像是说 就是说总统有权利 豁免部分 的这个贷款 就是额度小一点 但是如果说你说 就是一下子全免 就是多少万以上全免 这个超出了总统的权利 这个似乎应该是国会的权利 涉及到一项 这个巨大的国家财政的一个 这么一个决策 现在博洋上来 我们欢迎博洋 加入我们的三人谈 谢谢 这个刚才我们 我跟亚光就是说 在讨论最高法院 最近的几项决定 一个是关于高校录取 中间的平权政策 这个最高法院 认为他违宪了 再一个就是 关于学生贷款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 这个大学录取的 这个平权政策的问题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就这个平权运动 应该是从上 就从上个世纪50年代 就就开始了 到1961年 就是肯尼迪总统 签了第一个 Executive Order 就是说开始 就是平权的 不仅是入学 包括就业 都是一种 是一个平权行动 是这个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就是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就说 就是说 比如说 因为就是 对黑人有歧视 包括对亚裔 被 包括对华人都有歧视 就是排华法案什么的 就是 然后发展到1960年代 我觉得 当时还是有必要的 我看了一个统计 就是说 其实华裔 就是亚裔吧 也是受益者 就是说 1940年代 就是华人 就是亚人 也说错了 亚裔和白人之间的 这个薪水差距 还是很大的 一直到了1980年代 就是亚裔 就是超过了白人 就是实际上 就是从60年代 1960年以后 开始逐渐就是 慢慢慢慢就超过去了 也就是说 就是平权运动 平权行动吧 就是说 还是在那个年代 还是有一定 积极意义的 但是呢 就是说 发展到了现在 这个都21世纪了 这么多年了 就是到底有没有 一个效果的评估 对比如说 对黑人 对墨西哥人 这个效果有没有评估 好像并没有 完全的有什么统计结果 就是说现在慢慢演变成 就是说对一定特定族群 有一些特权了 就是说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有点变形了 就是说跟当初的初衷吧 跟当时的历史条件 现在都不一样了 我觉得这回大法官 把这个给他裁定他违宪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还有刚才亚光和 我刚刚进来 是亚光和小南 你们俩都提的 就刚才那个学生贷款 那个我觉得你们俩说的 都特别好 就是说 像这么大的 这么大额的这个资金 要免掉 实际上还是应该来 国会来做决定 一个总统的 一个 executive order 我觉得这 确实有违宪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意图 是的 那么 就是说 拜登他这个 决定要豁免学生贷款的 这个 他的主要的逻辑是什么 两位乔兵 有了解吗 你这个要是按照 共和党 特朗普他们的观点 就是他就是为了老选票 这种解释 售买人心 这是肯定是很容易 但是他 他也肯定确实有一些作用 有一些就是想帮助学生的作用 我这里想跟小南和 柏洋跟你分享一下 今天 《华尔街日报》一个 一个报道很有意思 他讲的就是说 最高大 最高法院通过这两个 这个判决以后呢 民主党当中激进派 progressive那些人 要求 说 哎 我们要把最高大法院改 说你这不行 改的是改什么的 第一个是要改成 要不然有两种 两个主要意见 两种主要意见 第一件意见是大法官 不论宗春智 要有turn 要认期 这是一个 第二个有的 基金派另外一个主张 就是大法院 大法官不能九人 就是人速扩大 现在这九人 这个报道派人太多了 今天《华尔街日报》讲的是 拜登的反应 拜登 拒绝了这两个总建议 这样的问题 说这样做 这个很不适当 我们不能轻易改变大法官 大法院 最高法院的这种组成形态 和他的这个结构 不能随便 所以我就说拜登这人 你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他当总统当代学研 比我们想象的这儿好很多 他还能分清大小点 拒绝这些 这些特别极左的东西 这个最高法院 这么多年形成这个机制 两百多年来形成这个机制 就不能随便改变 不能像有些国家 随便就把下方改 随便就把这个 这三权领域机构 这么重要的这个机构 你随便就想 你就想改 这不可以 所以我觉得拜登这个表态 今天表态 我觉得我应该给大大改变 非常的好 好的 雅光这个提到的 这个特别重要 就是说有人想要 因为这个最高法院的决定 不符合自己的愿望 所以他想 从某种角度来改变最高法院 这个我们一会儿回来 可以继续讨论 现在我们听一段广告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Hey Carol 你知道今年华州的 最低工资上涨了吗 真的吗 我不听到 是的 从今年1月起 华盾顿州的最低工资 现在是每小时 15.74美元 包括农业工作 另外在西雅图等一些城市 最低工资甚至更高 如果你想了解 有关最低工资 或如何提出工资诉讼的 更多信息 很容易 打电话 平民866-219-7321 联系中老公和工业部就可以 谢谢Rosa 我现在就拨打 平民866-219-7321 COVID-19的紧急状态 在5月11日结束 我们终于能重返正常生活 真是太棒了 不过 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警惕 虽然华盛顿州卫生部 已经结束口罩令 但地方或部落的政府 设施及提供者 或可选择要求 仍然继续佩戴口罩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听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3年7月3号 明天呢 就是美国的独立日 又可以说是美国的国庆节 博洋有什么安排吗 明天 今天我们公司就放假了 所以明天再做点yard work吧 对 也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家了 对 是一个 美国的一个长周末 实际上就是四天了 是吧 周六周日 然后星期一加上明天 所以刚才我在跟雅光也提到 就是说 这个长周末 美旅行的人很多 好像看到很多航班也都 这个delay了 然后这个也有很多报道 这个在大家这个普罗大众 没有办法乘坐航班赶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的时候呢 有的这个航空公司的 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坐了 坐了私人飞机去哪了 这个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然后也出来道歉了 是吧 这个是一个题外话 刚才我们接着 刚才谈到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决定 我们可以接着来讨论这个话题 刚才雅光提到 就是说在国会中间民主党人试图提出议案 推动来限制最高法官的任期 主要是想改变目前最高法院的这个结构 就是现在 我们说就可以说是保守派最高法官是占多数吧 6比4吧 基本上 6比3 6比3 9个 那这个 这个状况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应该归功于或者归咎于 看你站在哪个角度来说吧 这个归功于或者归咎于这个特朗普总统 特朗普总统在任期间是不是提名 提名了好几位 三个 三位 这个保守派法官 这三位大法官呢 现在其实都在 就是在目前的裁决中间呢 起到了作用 刚才雅光提到 就是说拜登表示反对 但是拜登毕竟是 不是国会的议员 如果国会真的通过了 他会vito这个事吗 那他就是冒党内 这个基本盘的大不为啊 首先提这个议案的是我刚才说说民主党内的激进派 少数的激进派这么这么说 他们也没有提出议案 他们只是这么就是先 先说他们的观点 就应该这样子 这样子 其实他们我个人认为 他们认为我最高反应我改变不了你的 现在这九个人成员改变不了 那我把你结构给改了 把你整个形式给改了 要不然你把你任期 就制定这个任期限制 要不然就是说把你人数增加 他们是这么提 但是呢 这个事我觉得根本做不上 因为国会不可能有人会 这个这种说法 不会得到美国民众 大多数美国民众的支持 也不会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 你美国总统拜登就反对这事 拜登首先呢 他这表太很有意思 他前两天他这个 对于这个国会 最高法院通过的这个 关于这个大学录取的 这个不平等的这个判决 他表示很失望 他自己说我表示很失望 说这是一个最不好的一天 这个决议做了很快的一个示范 这是你的政治文件 你可以这么说 对吧 你可以作为你作为总统 你作为个人 你可以说你政治文件 没问题 但是你做总统来说 有人提出要把这个 这个美国的三权力 把这个这个三权 这个分制的这个 这个结构要想改变 你就表示反对 这是决定政权 所以我觉得他做的很对的 他这个两个反对 反正都非常到位 都非常对 非常好 雅光刚才提的 就是说有人提议 就是主要是民主党的 那个progressing 那一派 我看了一个 就是说今天又好像有一个民调 就是说 就对于美国这个大反官的组成 就是说 有57%的民主党选民 认为 这个 这个大法官的组成 有点过于 就过于保守了 就太保守了 所以你看57%的民众 也不是很高的一个比例 对 共和党的选民 就是只有15%说 可能是有些过于保守 我觉得这个 所以这个民调还能反映出 就是总体上来说 这个选民 美国老百姓 或者说选民 对这个大法官的这个 这个结构 这组成 这个 这个我觉得还算是个认可 所以我在目前 就 确实是没有必要 在这个人员 在大法官的这个组成上 或者任期上 有什么改变 这个这个我觉得 我方我看不出来 有这个必要性 嗯 是的 这个 最高法院 最近的这个裁决中间 其实还有一项 也是引人注目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法院在一项裁决中间 支持了科罗拉多州的一位 啊 基督教 信徒 他是一个web designer 就是设计网页的 他 拒绝为 好像是为同性链 设计网页 那么 这个 诉讼案呢 就是说 他没有这个权利来拒绝 因为你提供公共服务 那就应该 意识同仁 不管是谁 都应该来 支持 那么最高法院 是说 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这里面 就是 讨论到的细节 比较多 啊 包括 这个 那比如说 麦当劳有没有权利 拒绝给同性链 提供食品 比如 我在麦当劳打工 我说 我不喜欢这个 这个同性链 我就不给他提供food 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了 关于他这里 这个web designer 他是不是 涉及到艺术创作的问题 个人这个思想表达 个人这个情绪 言论的这种表达的 这个因素 我看有这个 最高法院 他们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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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页设计和 你去 给人 剪头发 或者是 给人去 做一个 外卖 烧烤 或者是 做一个三明治 是不一样的 那个你是 没有权利的 你没有权利 说我不给你剪头发 或者说 你因为那个 不涉及到个人 思想的表达 他说这个web designer 实际上涉及到 个人这种 一种创造性的东西 所以 但是我因为 对这个事情不认同 你让我去在这做 创造性的东西 我不能去做 所以他有权来拒绝 我不知道 雅光伯雅 你们对这个case 关注了没有 倒是没有关注 但是我觉得 你刚才解释 这都是很有道理的 嗯 我也没 这个案子 通过了三个案子 我就对这个案子 没太关注 我也同意 博洋的观点 就是你想 那你的解释 是很有道理 是怎么回事 对 他就是说 因为主要 这个会影响到 将来就是说 这个所谓online speech 因为在网上 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表达了 是吧 包括从音乐 到这个 到图像 像现在instagram 大量的图像 到这个 言论 这个 最高法院的裁决 会有非常大的 意义 非常深远的影响 将来我觉得也会对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裁决 会引发出 这个更多的 这个不同的争论吧 但是 你说 我想解释一下 就是说 刚才咱们讲 嗯 就是像 这种 宪法 这个 大的政府的机构 组织机构 这个 美国和西方国家 一般来说是比较 倾向于 稳定 不动 我正好是1988年到年 我就没有记得 从我到美国 这30多年来 我没有觉得 美国 通过任何一个 宪法修论 对吧 我没记错的话 没有一个 宪法修论 从1988年 上次宪法修论 是中国的 我不知道 我刚才上网 查了一下 中国是怎么做的 中国 现在用的宪法 是1982年 宪法 用的是1982年 通过的宪法 这个宪法通过以后 实施以后 从1988年 在分别 从1982年 通过这个宪法 实施以后呢 到现在为止 一共进行了 五次修改 宪法修论 修改 一次是1988年 第二次是1993年 第三次是1999年 第四次是2004年 第五次 就是非常注明的 引起大家 很多关注的 2018年 修改 就对这1982年 宪法 就是在这 通过以后呢 已经有五次 修改 就是说这是1982年 通过到现在 2022年 23年 就整个40年当中 我们五次修改 大概美国宪法 这过去40年 没有意思修改 是不是这样 如果 如果没记错 应该 所以这个宪法 当初设计 是不是用了花了很多精力 是不是考虑到了很多很多因素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宪法 这都反映出来了 中国的宪法说实在的 制定的时候 花的功夫 远远没有美国宪法制定的时候 花的功夫 所以1982年制定的宪法 在1988年就进行了一个修改 1993年 1998年 不断的改 就说这种一个国家的根本大 应该改的越少 就不能轻易改 不能轻易改 这个亚光你说的 我觉得是有道理 这个我觉得 究其根本呢 是因为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 美国宪法当初在制定的时候 确实经过了全面的 这种周密的讨论辩论 这个就所谓 叫联邦党人吧 还是这个 他们 就美国的 开国的国父们 他们 从各个方面 理论 理论高度 实践中间的这个具体操作 等等方面 都 来这个仔细考虑 这个整个国家政治体制 框架的这种结构 怎么样 最有利于发挥民主 同时又 不流失于变成多数人的保证 既要 少数 服从多数 但是同时又要保护 少数人的利益 就是 变量的非常多 这个历史性的这种文集 是值得非常 这个值得我们去研究 应该说中国在这一块 是有所缺失的 至少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 我本人学文科的 那我就在中国从来没学过这个东西 相反 你说欧洲的一些东西 古典政治经济学啊 什么欧洲的古典哲学啊 是吧 或者这个 这个叫空想社会主义 这个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 是吧 这个 我们多多少少还接触过 但是在美国这一块 基本上不讲 所以到了美国才发现 哎呀 这么博大精深的 这个一个宝库 我们中国人 研究的很少 这个恰恰是最实用的一部分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借鉴 值得我们来研究 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 立国两百多年 发展这么快 吸引了这个全球的人才 而且这个到现在 尽管 我前天看到一个帖子说 美国快解体了 但是 感觉他一点没有解体的迹象 而且这个充满了生命 充满了这个生命力 活力 创造力 是吧 现在看看这个 至少从我们到美国以后 所有这个经济的新的类型的 新的这个 从网络经济 到现在的电动汽车 到这个AI 人工智能 晶片 这个 美国都是 仍然领先于世界 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就是说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这个跟这个 他这个构架有关系 而反观 中国呢 确实这个 当时没有这种 就没有这种 全民的大讨论 或者说甚至都没有学者中间的大讨论 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权的来源 他是通过战争 通过暴力 是吧 两个国内内战 打完以后 打完以后并没有进行民主建设 就是一党专制了 就是当初 毛泽东说的 那个 包上打散 无法无天 搞什么宪法呢 没有法 我也照样弄了宪法 就是 但是你又不 又不得不 装装没面了 你国家没有 没有宪法这么行 所以 就弄了个宪法 很不全面 很不细致 很不周到 那你说改很多次 也是可以理解的 时代在不断的变化 演变 是吧 从49年 那个刚从战争走出来 到文革 那个时候可能 那就非常极左了 然后到改革开放 那又要根据新的时代的变化 那后来又出现这个新时代 新时期中国特色 那又要搞这个特色 所以这个改来改去 没有真正的 从法律的角度 从这个国家 根本大纲 这种建设的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可能将来还要改 我完全同意 你们俩的观点 中国的这个宪法 实际上是 实际上体现的是 一个人 一个党的 这个意志 所以说 所以说 为什么改了这么多 就说 将后要改 这是肯定的 包括我再补一句 小南你刚才说 那美国 就是美国GDP 战后 就达到了 世界GDP的25% 这么多年来 全球化 这个世界科技发展 美国到现在还是25% 这完全跟美国这个政体的稳定 跟他的宪法的这个稳定 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就补充这么一句 你就是把GDP和宪法挂钩了 对啊 他就是有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政体 他才能稳定的有个经济的发展 这个 嗯 对 行 我们 觉得这个最高法院的这几项决定啊 对未来 这个美国的 这个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呢 极其深远 就是慢慢看吧 可能回过头来 这个 再过十年八年 可能会看到我们今天这个 最高法院裁决 他的这个意义所在 这个 我们换一个话题 呃 换个话题之前呢 我们又到了这个广告时间了 我们听一段广告 然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2023年2月起 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 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能数 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电子邮件 crsradioat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thumblingsred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时事三人谈节目 由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冠名播出 好 听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3年7月3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徐亚光先生 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 李博洋先生 我是主持人小南 刚才我们讨论了最高法院 美国最高法院的几项 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 我刚才说了 这些裁决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能会不断地显示出 他们的历史意义 现在我们想换个话题 就讲一下最近发生在 法国的动乱或者是暴乱 或者是抗议示威活动 因为一位好像阿拉伯裔的年轻人 被警察打死了 那么引发了不同的抗议 我们从可能电视报道上 从网络上也都看到了 很多暴力的发生 街头焚烧 包括警民之间的冲突 我就有个感觉 就是说法国这个国家 怎么好像在欧洲独树一帜 虽然它也是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一个国家 但是它的革命传统 始终是好像和暴力纠缠在一起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 到后来的这个像我们这个在中国大陆 宣传了很多年的这个所谓巴黎公社 是吧 到1968年有个五月革命吧 当时这个是法国的红卫兵 还是怎么回事也在闹 去年还是前年是 是叫黄雨伞吗 还是叫什么的 也是 对 这个 黄北新 黄北新 对 这个 这个也是 也是很多暴力的活动 这个街头也是烧的 这个一塌糊涂 那今年怎么又是因为这个事 又开始动 就是所以我就想提出来和 两位嘉宾也讨论一下 就是这个法国这个国家 他这个传统上或者他在文化上 经济上 政治上 他和其他的欧洲老牌 欧洲国家 你比如说英国 或者说德国 就是 感觉在近代历史上 他这个没有这么多的 这个好像就很激进的这种 群众性的 抗议活动 你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先说 我先说了 对 小光先说 我最近看到一个帖子 很有意思 分析俄罗斯文化 说俄罗斯文化 和俄罗斯的这个政治制度 有什么关系 他讲俄罗斯这个文化 就是特别强调呢 就是说要 特别强调俄罗斯民族 有很多苦难 强调苦难 强到宏大叙事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俄罗斯这个人 就是要为人类做很大贡献 就是跟中国的观点一样 宏大叙事 然后呢 不屑于英国文学当中 英国文化当中那种 特别琐碎的 日常那种生活 他们觉得那个time 得到太低 其实你再看看 这个欧洲历史 欧洲从来不认为俄罗斯 是欧洲 是欧洲的一部分 但不认为 他们认为 俄罗斯比较野蛮的 这个文化的民族 这个法国人和俄罗斯 其实走得很近 当年那个很多 俄罗斯的人都学法语 他们那个 那个沙皇 那个家族 很多人说 说法语 他们就是 就是走得很近 你在看小南 你在看我们看过 法国文学的东西 你看很有意思 法国文学 全讲的很惨的事 九三年 什么高老头 什么葛廊台 什么全讲的都是那些 特别的惨的人 欺负人 怎么怎么 就特别 所以这个法国文化呢 也是有点跟俄罗斯文化很近 有点近 有点近 比较崇尚 报人 就觉得他们吃了很多口 我们必须用钱 我们要 要夺回我们 就是我们要报复 一句话就是我要报复 我们吃了太多口 所以我们也报 所以我们猜要把这个 路易十五还是路易十六 给杀了 他们就会杀了 你看 这个英国人 这个英国人 那个迪更斯贤 你看这边小说双城记 他们讲的是 巴黎和伦争 明显两个不同一样 不同的点 所以这个法国文化可不好 说实在我对法国 非常好 我去巴黎去过好几次 反正讲法语地区都很赖 我就感觉这个文化 肯定有很大问题 所以他们这国家 闹成这样 也没什么奇怪 我到比利时 比利时这国家 布鲁塞尔 讲法语地区 那街道改得很烂 街道经常看 那马路上修了水泥 那修什么修的 人行到 一堆水泥 放在这没干完 水泥放了 他也不收走 水泥干了 一个水泥塔放在那 就看着很像 就像农村 跟中国农村人干活 那些人就放在干了 你在比利时到 那个安腾卫府那边 那是有点讲 那个讲 荷兰语地区 那个城市就干净的 极多了 不一样 你再看法国海外殖民地 在西班囚 在加勒比利区 唯一的一个法国殖民地 就是海币 所以是那个 是加勒比利区 最难民的国家 就是海币 这些国家 他们在 法国在 非洲的殖民地 都是搞得比 英国的殖民地 差 法国人还有一点 很排外 你看 你看法国人 很有意思 法国人和俄国人 他们对人 都是居人千里之外 从来不想帮助人 那跟美国人很大不一样 美国人你到哪去 就美国人很热情 很友好 你有事情问人 你很愿意帮你 你到法国 你问人 从来没有人帮 所以法国要排外 我一点都不喜欢 法国人 法兰西民族的人 对外来的移民 非常的冷淡 非常歧视 非常的不公平 我一点都不奇怪 这点是很差 跟英美文化 跟德国和什么 这个英美 这两个文化有很大差 德国有很大差 德国大家也有点能 但是德国人好像就说 没有那么 那么糟糕 就是法国人是很糟糕 他搞这么了 我觉得跟他文化有很大 我先说这么多 白亚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完全同意你们俩说的 就是比如说 刚才你们俩都提到 那个黄晨仪吧 还是什么 那个黄北新 黄北新 黄北新 然后还有包括 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 还有就是那个 法国那个退休制度改革 这个 那个 那个够乱的 所以这都是我当年的 就是法国大革命啊 就是巴黎公社 这种 这种影响 我觉得 这个 但是就是说 具体到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刚才 雅光说的 我觉得还是对 就是跟那个 主要是移民 跟美国 跟法国这个排外 这个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就是说 法国这么多年来 就是我觉得这次 这次这么闹 就是一个移民的问题 还有一个宗教的问题 就是说 非洲移民太多了 就是阿拉伯移民 也是也是太多了 就是阿拉伯移民 就这些失业率 这么多年来 都很高的 所以造成目前的 这些后果 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 包括像刚才 雅光提的 提到的歧视 去年就有一个 法国一个老人 不是拿着枪 就跑到那个 库尔德人的 那个地方 就是就是乱开枪 打死三个 他当 他呢 他就是巴黎的市民 他是 他的车呀 还是什么 被偷过什么的 他就特别恨移民 他自己就说 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就就是说 这种矛盾 已经积累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法国 这个移民政策 需要改进一下 相反看一下 德国 德国就是说 叙利亚危机的时候 德国波克尔 引进了好多叙利亚的移民 刚开始确实 有一定的混乱 后来我看分析 就是说叙利亚的移民 就是说 还是咱们 还得有 有些方面 还得肯定下 巴萨尔的 那个政府 他的文化教育水平 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巴萨尔 他那个宗教 他并不极端 他们国内内乱 主要就是 逊尼和实业 这个内乱 所以他的 这些出来的人的素质 还是比较高 所以像 像这个 德国 在这方面 就是比法国 要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 法国这个移民 移民一个是 可能过多 还有一个就是 移民的这个素质 所以造成 目前的 这种情况 好 谢谢 雅光和郭阳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如果法国人 这么排外 为什么他们 支持政府 来接纳 这么多的 来自 非洲和 阿拉伯地区的 这些移民呢 你到巴黎去 你看有的街区 基本上 就全都是 这种 你看就是 很明显的 不是法国人了 就是 都是这个 外来的移民 那么这个国家 他为什么会接受 他毕竟也是一个 民主国家 他可以投票 你不喜欢 这个政府的政策 你把它换下去 为什么他们还 这个好像民众 还在支持 这样子做 这肯定是 有民众支持的 那否则 他政府 他不可能就是说 继续的就是 我们就继续 放人进来 是吧 或者你 你如果 不愿意接受 你可以遣返呢 你把这 就是大量钱 或者你在边境 加强控制 你不让他进来 这个 这个是我没有 想通的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 对 就是说 一个就是 他需要劳动力 这个一个 一次 他就从非洲引入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说 这个 他在法国 在非洲 有好多 殖民地 所以法国人 从那撤退的时候 就带来了 好多 这个 前殖民地的 这些人 但是这些人 有一点 就是说 经过一代 甚至两代 他还没有完全 融入到法国社会 所以造成 造成 造成目前 现在这种状况 所以 所以我觉得可能 就是 这就是 还是一个融入的 有关系 跟这个 法国社会 我很同意 博扬你的分析 小男你说 那个问题 我同样 可能博扬这个 这个分析 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 回答很多 就是这些 法国这些移民 到了第二代 第三代以后 他们还不认为 他们是法国人 法国人也不认为 他们是法国人 他们自也不认为 是法国人 这一点跟美国移民 有很大的 美国人很容易 就到了以后 不管世界各地的 到美国来 很容易就觉得 这是我国家 很多人第一代 就开始认定 我就要管这里 事 我不许管 我这里的事 我必须掺 掺掺 对吧 第二代更是如此 所以这点 我觉得就是美国 对于移民到美国来说 被接受的程度 被帮助的程度 和这个融进美国 社会的程度 要比欧洲 比法国可能要好很多 所以呢 我不认为这边的人 就是说你说 你什么 你什么 没听说 这边的移民 因为移民的事 起来暴动 造反什么的 很少这个事 因为我觉得他们 我觉得美国移民 移民融入的比较 法国相对来说 可能就不让你 把他说 可能就是融入的很差 嗯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挺有趣的现象 可以值得研究 这个可能这个没有 很好的融入到 法国社会 确实可能是一个原因吧 就是说在这生活了 一代两代 甚至第三代 没准还是觉得自己 不是法国人 我自己还是 还是阿拉伯人 或者还是怎么样 这个 是不是也和法国人 崇尚的这种 所谓自由精神 有关系 就是说 我不管你 反正大家 自生自灭 就各自管各自 像刚才雅光说的 就是说 他也不去 他这个 可能心底 就是 法国的这个 主流社会 可能对移民 他这个心理上 也不是很 很这个 接受吧 但是呢 出于这个 因为 按照国阳说法 就是说 他又没有 就缺乏劳动力嘛 就需要劳动力 那缺乏劳动力呢 又不得不 让他们进来 造成了这个 移民社会呢 始终作为一个 独立的一个 没有融入主体的 主流的这么一个 一个个体 存在着 所以一定有问题 但是 现在的这些 大规模的 暴乱都是移民弄的吗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 法国人也参与了吧 对 可能跟法国 这个就业情况不好 收入不是很好 这可蛮有关系 其实呢 这个事情 其实特别难解 我最近到美国 都过去了 尤其我上学 比较小的城市 我感觉那地方 都没什么前途 那张人 真没什么前途 我不知道这些人 怎么能活下去 到靠什么时候 但是日子过台 都不错 我是 我只能想 住在夏图 这两个 真是 真是有得天独厚的 这些优势 这个城市 你看着很 很繁华 很在 就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变化 可是美国中西部 很多地方的小城市 多少年 还没见到什么变化 那个 那些日子 怎么过的 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 这些人 你说你想 他们要想象 我就觉得 我也没什么前途 这个是挺难过 那你像法国 那些第二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 第二代移民 那些移民 没工作收入 然后呢 又收入歧视 教育程度有不高 这个确实是 很容易 心里头很容易不满 这个 雅光你提到中西部 因为我在中西部念过书 所以我也是 对此很有 感觉 就是说中西部的年轻人 基本上出来 应该说 大部分人都往东西南海岸去了 是吧 留在中西部的 确实不是很多 如果正好有一个工作 就在中西部找到了 比较稳定 那也可能留下来了 但是我看大部分人 最后都是到东海岸 或者西海岸来发展 毕竟这个连海岸是经济 文化 各方面都是 更加开放 更加 这个 先进 可以说 或者说是 机会更多吧 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 这个 我想 还有一个事 我想问一下 这个 特别是问一下 亚光 就是说 好像这个919大飞机 最近 在国内 怎么 这个好像是 有点情况 是吧 所以让空客去带飞了两天 你了解这个事吗 是有什么 是他什么 除了固大 我看了一个报道 就是说是 就是从上海飞成都的 这个 本来由C919执行的 航班 现在用空客的飞机来带飞 到底什么原因 我不清楚 这个我是感觉就是说 C919这个飞机的 因为整个民航的 对这个民用飞机审查呢 它是有 有三个证 第一个是信号合格证 第二个是生产续合格证 第三个是单机的释放证 这三个证都拿到了 这可以就算是比较 就整个这个完全取证过程 都算完成 我是感觉在这个C919 刚刚拿到信号合格证 没多长时间 就咱们说这拿 完成那个 那个信号合格审计 这不刚刚就是两三个月 以前的事情 这个信号合格审计 难道的到最后 能在营兵飞行当中 绝对需要挺长时间 在美国 也好在法国 在空客的都需要挺长时间 但是我是感觉 C919很远 投入商业运营 刚拿了信号合格证 就投入商业运营 这个时间太短了 是不是有政治因素起作用 我不清楚 但是我感觉这个时间 不带着它 所以呢 如果这个过程当中 在信号合格审计计 设计审查过去以后 在应用当中发现很多问题 这个飞机有停飞 这个可能挺正常的 跟这个时间 不完全有关系 我只能说 做这么一个猜测 不是一个 没有什么根据 只是这么一种猜测 伯阳有补充 我没什么补充 就是雅光说的很对 但是好像就是从 3029号那天 一直停到现在吧 就没有再没有 就一直就 换成 A320了 他不相外解释 为什么 他不相外解释 为什么C919都不飞了 不解释 所以也没法 你们真的猜吗 不知道 好的 那我们时间到了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也感谢各位听众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祝大家节日愉快 再见 节日愉快 再见 好 拜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 得到来自ForeCulture的支持 ForeCulture不仅提供关键资源